大家可以想想 南華早報是什麽樣的背景 在美國內部有什麽消息 如果妳覺得這個還不過癮 我再告訴妳720 在阿根廷時間幾點吃晚餐 是紐約幾點 還差一個小時 查一查啊 我昨天查了半天 周欣 幾乎是在阿根廷 還沒開始前的28、29號 就已經描繪了G20將達成的結果 到了G20 會還沒開始 晚餐沒開始 它已經馬上登入去了 百分之百的和外交部和王毅和中方說的一模一樣 看中共的這個大外宣 你要看 第一槍是誰打的 如果是大外宣的核心的機構打的 誰跟著 你就知道誰是大外宣了 然後你看看海外媒體 誰跟著最快 社交媒體包括 誰跟著最快 誰跟的是百分之百一樣 那不用講 那就是共產黨的 而且這個月中也要分享 事實上買山中 我觀察是這樣 以蔡衍明的帳上來講 檯面上看得到的財報資料是中市 然而實際上傳統的媒體 現在經營虧損的壓力都很大 沒錯 中市幾乎是年年虧損 壹傳媒也是 所以相對上 假設沒有中國的其他的補貼或利益的話 單純把媒體當作生意 然後來經營 事實上是賠多賺少 是 現在你要經營媒體 除非你是真的很有理念的人 我們這樣子講 要不然你真的是佛心來的 拿錢不當錢看 才會去想要經營媒體 所以我們說蔡老闆他買中市 這時間點是在2008年的年底 他那時候因為原本中市虧損非常嚴重 所以他接手的時間點 那時候中市的股價大概是7塊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手板裡面可以看到股價這樣一路漲漲 到2001年的時候最高其實來到32塊多 如果單純就投資來說 如果你在這個點賣掉 我幫他算了一下 他大概可以賺三十幾億 可是顯然沒有 就繼續放到 今天的手板價是4.71 所以說從股價的虧損 已經讓他就虧掉不少錢了 好 那你想中市歷年的財報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很明顯的 他只有在2010年有稍微賺錢 那賺多少錢 其實我們看稅後淨利那一欄 就可以看到他的單位是億 好 這個是台幣億 對 所以說我們以去年來說 就是虧損的大概1.91億 那今年第一季又虧損了5000多萬 好 所以你看到每年這樣子虧損 你敢不賺錢 這幾年差不多快要虧到一個資本額了 對 那你這樣子每年這樣虧到資本額 整個股本大概是15億了 所以說你每年這樣虧真的是受不了 那我們說就回到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你今天採考板真的是很有理念 好 我就是想要記 再怎麼虧也沒關係 因為事實上他後面有金基母 我們就先不說有沒有拿補貼這件事情 來 我們再看到 其實大家忽略他有一家金基母的公司 叫旺旺堡 旺旺堡是誰啊 他其實就是之前的友聯殘險 他原本是力霸基團 我們知道後來力霸基團倒掉了 所以他在2007年接手旺旺堡 以前的友聯殘險的時候 那時候股價才接多少錢 才2塊多 因為他確實的時間點我沒有辦法查到 所以大概那個時間點的股價都是2塊多 所以你買了以後一直到今天 他的收盤價還有20塊多 所以如果純粹你買旺旺堡 他也可以賺幾十億 好 更重要的是 大家看到旺旺堡每年就不看股價 實際上的經營跡下 你看他光今年第一季賺2億多 所以我們對應到中市 他第一季虧5千多萬 去年虧不到2億 可是他去年旺旺堡賺6億多 前年也6億多 我要拿我旺旺堡的錢來貼中市 旺旺旺就好了 如果啦 我們說假設他真的這麼有理念 我們有做生意就是這樣 沒有全部都溫貪了 當然 當然 有些賺錢有些賠錢 那賺比賠多就好了 是 是沒有錯 好 那當然背後他怎麼想 我們沒有辦法預知 那當然大家更重要會去看 你整個集團的重心 就是這個中國旺旺 我常常在開玩笑 是台灣有兩家公司到中國去掛牌 他現在在香港掛牌 名字真的取得好 一個叫中國旺旺 一個叫統一中國 哇 兩家這個營業額在中國 都非常非常的大 去年來的時候兩家都營業額 大概都超過1000億台幣以上 好 那股價啊 你看到旺旺在過去 中國旺旺他過去股價也曾經很高過 那現在下來 好 可是我們不能從純股價 一股價牽扯原因太多了 所以我們就純粹看他有沒有賺錢 來 旺旺真的是在中國是金基母 你看到他一年可以賺多少錢 以去年來說 他的財報是因為香港的財報結算 是跟台灣不一樣 我們都是用年度結算 他是以3月底來結算 好 所以你看到 光以去年來說 他應該說到今年3月這個數字 他賺多少錢 40億多港幣 40億多港幣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注意他單位是百萬 所以大概是40億多港幣 換算成台幣是160幾億 所以我今天一個中式 一年虧一兩億 對話來說卸垮事情而已 我一個旺旺一年賺這麼多錢 而且同一個年度我追蹤觀察到 他的補貼是7億多港幣 7億多港幣大概是30億台幣 所以如果在台灣的媒體集團賠個10億 可是另外這一邊補貼有30億 我還有賺嘛 那還是賺 對嘛 所以說他背後有什麼原因 我們不敢講 可是相對之下 我們最喜歡看的對比 我們剛才也講到的 李老闆依傳美 因為他太有理念了 所以你看他的股價 就曾經在那麼一段時間 有稍微高一點點 那個時間我們要講一下 李老闆的起價處是 這個Jordano 這個評價成一 可是他為什麼後來改做媒體呢 其實就跟當年六四天安門有關係 1989年他看到六四天安門之後 他突然就是人生就開始頓悟 所以他一來絕來把當時非常有期 賺大錢的Jordano給賣掉 然後改成立了壹傳媒 最開始就是先從蘋果日報 到壹州看什麼 剛開始成立那幾年真的很賺錢 因為以前沒有人搞這種什麼 八卦新聞 八卦的 其實做的有時候 那時候最好說一年可以賺好幾億美金 大概上百億的台幣 可是這幾年真的很明顯 就是因為他太有理念了 我們這麼講 所以你看他股價這時候都躺平了 那我們如果對應在看他的財報 我們看他股價其實也是幾毛的港幣的股 以今天的收盤價才0.32港幣 台幣才1塊多 對 那主要的最近將近10年的財務報表 幾乎每年都虧損 不是幾乎是都虧損 沒有幾乎是通通都虧損 通通都虧損 我們以最新的一年度 你可以看到虧損30幾億港幣 三億多港幣 三億多港幣 大概十幾億台幣 可是李老闆跟蔡老闆差很多 蔡老闆背後家大業大 可是李智英他背後沒有什麼產業 他有的話大家想到就是房地產 可是大家也知道這幾年 他能賣的房地產 真的賣的差不多了 他要去支持壹傳媒這個無底洞 他還能撐多久 所以媒體老闆親中容易發大財 反中容易賠大財 那所以媒體老闆還反共的 其實是珍貴的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